林醫師的肉體不在了 你說其實林醫師的臉吻一直是在的 其實我從來沒有看過林醫師回來 但是人家說頭七會回來 但是我小兒子一直跟我說 他那個頭七的時候 他有看到爸爸從客廳的門進來 然後走到我們房間 然後就不見了 然後我其實自己從來沒有看到過 那是晚上嗎 對 就是頭七我們不是都會做法會嗎 然後小兒子看到 然後我其實從來都沒有看到過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我一直都覺得林醫師就在旁邊 我也一直覺得我告訴孩子 我們的人生死亡對我們來講 就是有一條路 然後大家本來出生的時候 都在這條路上行走 然後有的人因為他做完 他做的事情很多 電池提早耗掉了 所以他就停下來 但是他還是看著我們繼續往前走 所以我都是這樣告訴孩子 所以我會覺得說林醫師停下來 還是繼續看著我們 據說你們吃飯的時候 都還幫他留碗筷 其實到現在都是這樣 像我小孩子他們一進門一打開 就會說爸我回來了 那我早餐一定會幫林醫師泡一杯咖啡 就放在他的位置上 其實我們家的桌子 自我去過我家 其實不當 這是一個圓的 然後就有四個位置 如果家裡有客人來的時候 我小孩子都會說 不好意思 這是我爸爸的位置 你們不要坐 然後會再去搬其他的椅子 他寧可自己坐在其他的位置上 但是他就會說 這是我爸爸的位置 我們去我們就跟林醫師說 來小卡一下 卡一下 對 就是他就會說 這個位置是他的 然後他睡覺的地方 他的睡衣 我們都幫他保留著 而且我們連出國去玩 我們也會帶著他的一件衣服 然後帶著他的照片 然後拍照的時候 我們就會拿出 他跟我們一起來拍照 還拿他的照片出來 對 因為就是他以前 因為限於喜善很多地方不能去 然後我覺得他走了之後 我們就繼續 像我們以前他在的時候 我們常去過年的初一初二 我們去爬鼻頭角 然後在山頂上拍一個全家福 其實他走了這麼多年來 我們一樣都到山上去 拍這樣的一張照片 林醫師留下來的遺物 有些東西有被你清掉嗎 其實基本上 然後他的東西都沒有丟掉 對 因為他本來就物質慾望很低 他唯一的一個就是他的戒指 現在是戴在我的手上 就是這個是他以前戴過的 很多人就說 這個好像戒指很熟 這就是以前他的戒指 那我現在把它拿來 那將來就是給我的兒子們 了解 了解 了不起的林醫師 因為他娶了很好的老婆 林醫師以前就常講 他就說他已經洗腎很久了 所以他活著的每一天都是賺到的 所以他就只要在 他就說他每一天都很精彩 然後他都是賺到 所以我們想到他這個話 我們就簽了那個 就是說放棄急救等等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完成 當然那時候一定會覺得很多的不忍 可是我想到以前林醫師就講過一句話 他就說醫療人員生病 是最現實的一件事 就是說你不會相信有奇蹟 因為你相信有數據等等 你不會相信奇蹟 所以他就說不要去 去等待這個奇蹟 就是該走到哪裡的時候 我們就走到哪裡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同意書就簽了 那兒子呢 兒子的態度怎麼樣 兒子很不忍啊 對啊 但是因為兒子他們都是有醫療相關的嘛 所以他們覺得還是要把這個簽了 那所以我現在呢 就不想把這個難題以後給我的兒子 所以我現在就簽完這個玉利醫療了 那我 你已經簽了 我已經簽了 我明天就散傳就結束了 你50年後會用到喔 我可能不要那麼久吧 對 我已經簽完了 對 好 好 對 我覺得這個還滿重要的啦 這需要提廣 而且我覺得有沒有 其實我很早以前 就都已經跟我兒子他們交代了 就是說不急救 器官捐贈嘛 我其實都已經交代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能用的器官趕快捐贈 然後再來呢 第二個就是 不要告別式 因為我很怕這個吵雜 你總要讓我們去講講對你的懷念啊 我都覺得現在應該用生前的告別 來取代死後 生前的告別未必準 因為人在你很難講說話 還是不敢講說話是不是 但是那個時候先收錢來用 先收錢來用 我們先錄PCR好了 我們錄一個東人鼓啊 對 其實我早就交代 不辦告別式 不念經 其實我覺得這個現在都 怕打擾別人 對對對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然後第二個就是 可是其實有些人真的很想去 跟好朋友送一程 其實我覺得這個送的時候 也會讓很多人造成壓力啦 所以我覺得OK的 所以第二個就是 第一個不辦告別式 第二個就是不念經不做妻嘛 因為我這個人怕吵 所以就不要了 那你去天堂 不用啦 以前林醫師說天堂地獄就是現在 你知道怎樣 林醫師以前這堂講的 他說他覺得天堂地獄就是現在 所以呢就把現在過好 現在也是天堂也是地獄 就是你現在你決定你是天堂還是地獄嘛 有的人就每天都不開心 那就地獄嘛 但是我每天都很開心 那我就是天堂 對 對 就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真的就是這樣 這樣好簡單喔 對 對 不做妻 然後據說你遺照也選好了 遺照一定要用現在的照片 這很重要 埋葬 其實我已經準備好交給我兒子了 因為我很擔心 因為林醫師走的時候 我長這個樣子 不過現在可能有點不大一樣 因為林醫師走五年五個月 又十天 又十二天 林醫師到今天正好是這樣 你是怕說你去他不認識你 對我用的照片跟 萬一我七十歲走的時候 肯定跟這時候不一樣嘛 那萬一林醫師看到那個阿婆 不曉得是誰 林醫師後來他的 是火葬之後 然後再放在林谷塔嗎還是怎樣 是 本來我們其實以前跟林醫師的討論 就是要我用這個樹葬嘛 但是因為 那時候我婆婆還在嘛 我婆婆現在也還在 我婆婆九十幾歲很健康 但是那時候 我兒子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媽 如果樹葬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還不是很清楚 他就說 我希望有一個地方 可以看到爸爸 所以因為這句話 那我們也問林醫師的意思 他就說要回去 我們是嘉義部子人嘛 就在嘉義部子 就買了這個塔位 然後其實 你有問林醫師 就是拔杯嘛 拔杯 那我們回去 部子好不好 他就說OK 他先也是拔杯 一定要 不然到時候 也不曉得什麼方法 只好這個方法 對 他就說他要回去部子 他的故鄉 對 那我們就在部子 就買了這個塔位 然後我就在林醫師的旁邊 也同樣就買了一個塔位 這樣子 所以我要去的地方 也很清楚了 所以你要放在他旁邊 是 是 林醫師願意嗎 有拔杯問他嗎 有拔杯問他嗎 有拔杯問過 有拔杯問過 有拔杯問過嗎 是的 我那時候問他說 那我們就 我就買在你旁邊嗎 因為我總是覺得 也要幫他自由一下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我要買在你旁邊嗎 他馬上就說是 而且呢 我連那個骨灰坦都是跟他是 就是一對的 也都是拔杯問過 把他送進去火化那時候 那真的是你 你人生中最痛的時候 其實那還不是 你在剪他的骨頭的時候 你才是真的是 人生中的大痛 因為他送進去的時候 你要叫他趕快跑 不要讓火燒的時候 或許你會覺得 那是你人生中 對他做的最後一個 一個那個 就是一個叮嚀吧 或者是為他做一件事情 但是你真的有看到 一個人忽然間化成一堆骨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 人生中的大痛 但是呢 因為我覺得 那個痛 你有辦法形容嗎 真的就是私心裂肺 真的是沒有辦法形容的 看到林醫師 本來是這樣 跟你共同生活一輩子 努力的奮鬥 這麼有感情 對 無人之間化成一堆灰 對 你真的是有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那是你人生中最痛的 但是我覺得那個時候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陪著我的兩個兒子 完成了這件事情 而不是讓我的兒子 他們單獨的去面對這些事情 那個灰不是他們幫我們剪 是我們自己剪 他會讓你剪幾塊 對 就是從前面然後中間 就是代表這是一個完整 然後最後才一起 再放到那個翁裡面去 那你在剪那個灰的時候 有叫林醫師的名字嗎 其實那時候已經說不出話來了 你在剪骨灰的時候 小孩有跟著剪嗎 要 那都要剪 其實我們等於是 非常完整的送林醫師 林醫師最後的時候 那小孩在剪的時候 其實他們當然就是 會一直掉眼淚 可是我小兒子完全不會 因為我小兒子 他其實在爸爸過世之後 他是一個哭不出來的孩子 我也覺得在那幾年裡面 他失去了他以前小時候 那種很純真的笑容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一直都是告訴他們說 沒關係 媽媽還是可以陪伴你們的 那他們就是 漸漸的就很穩定下來 你會在小孩面前 就林醫師走了以後 會在小孩面前哭泣嗎 其實不大會 因為我覺得孩子們那時候 最需要的就是 給他們一個穩定的生活 但是那個時候也是一種 不能夠控制的 好像你走一走 眼淚就會掉下來 對對對 但是這種會隨著時間 漸漸的漸漸的就少了 其實林醫師到今天 是走了六年八個月又三天 感情真好算得這麼準 我們以前訪問過譚老師 在林醫師之後 才知道說 林醫師跟譚老師感情好到 他們晚上睡覺都是手牽手 這是林醫師給我的觀念 氣頭上絕對不罵人 所以像我小時候 我兒子的時候我生氣 我會說 我現在很生氣 你們先進去房間 我們半個小時之後 再來聊這件事 那我就自己一兩次之後 發現一件事 其實你半個小時之後 你會覺得這件事 其實沒那麼嚴重 但是林醫師就會說 如果你在氣頭上罵人 你的嘴巴就會跟千刀萬刃一樣 你其實你的千刀萬刃 不要射在你的最親愛的人身上 那時候我講最難聽的話 對對對 所以我就是 絕對不在氣頭上罵人 而且我覺得就是說 我就是一個 情緒本來就是一個很穩定的人 我不會是那種 就是大哭大到呼天搶 我沒有辦法這樣 所以我就是一直還蠻穩定 可能受到我爸爸跟林醫師的影響 所以 你兒子那裡有時候 你會比較學樂嗎 我其實不會因為成績再沒小孩 因為小孩他成績再好 他也不會跟我講 像我一直都不曉得 我兒子的成績是很好的 他高中三年領的這些什麼 獎狀的獎學金 我其實沒有很清楚 那我是有時候就是 那他拿到獎狀獎學金 不會去跟媽 你看我今天 不會 不會啊 他不會 他會 我為什麼會發現到 我兒子成績還不錯 是因為 我們初一十五要拜拜 就是拜林醫師的那個牌位 那我會插這個牌位的時候 那我們在上面有放一些林醫師 走後他的那個論文 就是後續接受論文 那其實呢 我就有一次在整理的時候發現 怎麼一疊獎狀在那裡 結果一看都是我兒子的 然後他就 我就說 弟弟你還不錯啊 得到這麼多獎狀 他說這是我跟爸爸的秘密 然後後來呢 一直到他高中畢業 上完上大學了之後 他還拿了一疊 他每年都得到的獎學金給我看 然後他也沒花 就整個就放在那裡 拿獎學金沒有花掉 沒有啊 他還蠻結結的 我兒子就是蠻結結的 不會跟大人信要 不會耶 因為我們就跟他講 念書是你的事情啊 這所有的榮耀成就感 是你的 不是我的啊 然後他其實我覺得 他不需要跟我講 小孩子都很期待 父母親的歐落啊 他如果跟我說 他有時候會跟我說 媽我這次考得還不錯 我就說好來報一下 就這樣子 那像他的成績一直都蠻好 他其實在這個補習班裡面 他們如果說你在班上第一名 或者是說單科考到滿分的時候 可以跟拿這個獎狀去跟老師 或成績拿去跟老師申請錢 那有一次他就跟我 他就跟我閒聊的時候 他就我就說 弟你這個 我就看到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可以去申請獎學金啊 他說媽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老師很努力把我們交會了 讓我們考好了 結果我們還去跟他要錢 你不是覺得 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 所以有獎學金他沒有去請 他沒有 他是幫你把補習費要回來 所以說你已經把他養成小孩子讀書 不是為家長而讀 為自己 那就是他的人生 很多小朋友都是為大人而念 你懂什麼 就是這樣 郭老師我覺得譚老師他們很值得學習 其實我覺得我們從一出生的時候 就已經在做這個減法的日子 有一天我們一定會面臨到這個死亡 其實我坦白講 我曾經很怕死 我曾經非常害怕死亡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以前林醫師在家裡 是做血液偷襲 那我是照顧他的人 所以他在的時候我很怕我死了 因為我怕我死了 誰來接手照顧他 然後再來我很怕死的時候是什麼 是臨時走的時候 那時候我的小兒子其實才國中一年級 然後那個老大也還沒拿到博士學位 所以那時候我很怕死 尤其我那時候最擔心的是 萬一就是爸爸已經離開了 如果再離開對小孩打擊很大 我那時候是非常害怕的 那我覺得人在面臨死亡的時候 常常會想到是說 我的小孩怎麼辦 我的先生怎麼辦 我覺得你會有很多的這個 其實很難想到自己說 我應該怎麼辦 你想到的都是別人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能 就覺得這些事情都已經是 就已經不需要我去擔心了 所以我坦白講我覺得這樣就好 那還有一個原因 我不想活太久 是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的很多朋友 他們的父母 他大概50歲就開始照顧他的父母 然後是臥床的 然後等照顧到他自己70幾歲的時候 父母走了 可是我覺得他也老了 然後這段時間裡面 這20年來他人家邀請吃飯 他不敢去 人家邀請出國去哪裡玩 他都不敢去 因為他就要守著父母 你知道嗎 然後等到他這個 這個家手解脫的時候 他已經就是 病痛產生 對 然後他也走不動了 也吃不下了 所以我不想要我的孩子 因為這樣 然後被我綁住 我覺得這是不需要的事情 可是 可是你還是這麼健康啊 你這麼養生啊 其實我們應該說 這個明天 意外跟這個 是誰先來 對 是誰先來 我們真的不知道 像我們怎麼會知道 有一個新冠 會在三年前忽然間來呢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們都要在這個 我覺得 甚至我會覺得更年輕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要做好 這些死亡之後的準備 對 因為我們是 從出生開始 就是越活越短 沒有人告訴我們 可以越活越長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我也千萬自主醫療的原因 然後因為我兩個兒子都是醫生 然後他們兩個 甚至在遇到一些狀況的時候 都會跟我討論 媽 如果你遇到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辦 像我小兒子上個月 在台大實習是加醫科 那他去到安寧病房 他就跟我說 媽 你以後 那個要去安寧嗎 如果萬一得到一個重病 你要去安寧嗎 我說當然 然後他去了養護中心 他就跟我說媽 你以後是打算在家養護 還是在醫院養護 我說我最好是不要養護 如果不要養護的話 我真的要去醫院 其實他這樣問很好 他以後都有一個遵循的方向 對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 把我們的人生交給子女 或交給你的另一半 來幫你處理 我覺得這個會增加他們的壓力 那如果以你現在的健康狀況 活到一百歲 我覺得也沒問題 千萬不要 他健康會活到一百歲 我之前有看到一個 一個宮廷劇 他說他照到那個銅鏡的時候 他發現他本來年輕的時候 是一個大美女 他照到銅鏡的時候 他說他從此不再畏懼死亡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從一個美女 然後變成一個 垂垂老矣的老太婆 他就說他因為這樣 所以他不畏懼死亡 原來 趙靜姐這個功能 因為老化有這麼大的功能 是 這個是宮廷劇 清朝的宮廷劇 當然現在的醫美很流行 當然你也可以挽回這一些 但是我覺得我真的 我覺得 長命百歲對我來講 我不覺得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的明天不能更好的話 我覺得 當然我也反對 就是加工的 對 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你加工的一些自殺方式 其實會留給家人一些傷痛 因為以前我們在讀物科 那很多人就會自殺 其實家人的傷痛 是更難走出來 對 這個 因為我現在有兩個孫子 所以你就會覺得 哇 生命怎麼 新的生命怎麼那麼的 這麼有魅力 這麼有吸引力 這麼迷人 就是你光看他哭 你就高興喔 更何況是他衝向 阿公 阿公 實在很難形容那種 力量 這樣 然後 所以 你以後 你會不會其他有孫子嗎 我不會耶 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 應該要負的責任 那我覺得 我是自己帶大我兩個小孩的 我沒有假他人手 所以呢 我覺得我的小孩 他們也必須負責 這個帶大他的小孩 因為你自己帶大的小孩 其實他跟你的關係 是非常不同的 我意思不是說 我們一定要牠牠 我意思是說 看著孫子就覺得很滿足 我常常看到別人的孫子很可愛 我跟牠玩就也玩得很開心 我把牠玩別人的小孩 就是老師你不會特別期待 但是友誼他很好就對了 順其自然 對 再請教他老師 那你打算什麼時候退休 我沒有打算退休 因為我覺得 我是一個比較喜歡工作的人 我常跟我的小孩說 我有一天 如果沒有找到什麼工作的話 我很喜歡洗碗 我可以去洗碗 然後我一直就跟我說 媽誰敢請你洗碗 連我都不敢請你洗碗了 然後呢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將來還可以去做什麼事情 譬如說加油啊 還是洗碗 還是去超商 我都覺得這個 任何的工作我都覺得可以 但是我真的是害怕一個 就是說 沒有成就感的日子 我覺得人都要有一個成就感 不管你做什麼 因為我很喜歡洗碗嘛 然後我就會把碗洗得很乾淨 我覺得覺得很有成就感 對 那可是沒有那麼多碗可以洗啊 你有還有培養什麼興趣嗎 其實我還蠻多 還有把家裡打掃得很乾淨 對 因為家裡吃過我家 對他就知道 我也很會打掃 對 然後呢我常常講說 我可能以後會去開一家那個 便利超商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個便利超商就是人來人往 我們要多跟人接觸嘛 對 接觸才不容易失智嘛 那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多父母很忙 那有些小孩他放學的時候他可能沒有地方去 那如果超商在那邊寫個功課 我還可以幫忙看一下 對 對 然後因為我姐姐她是教官退休的 可是她很喜歡做烘焙 然後我就跟我姐姐說 你可以在超商裡面擺個櫃子 可以賣這些麵包給這些來來往往的人 對 可是所以你不退休 你很可能會去開超商 我覺得會 我覺得還蠻有興趣 超商很辛苦 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像蠻多年紀大的人 他們其實如果你給他二度就業的機會 他都不太在意他做什麼 對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